Dolby Atmos 以前可能要入戲院才會感受到大銀幕的昇華震撼 但現在Netflix或Apple TV都已經可以做到Dolby Atmos 甚至DTSX的沉浸式環繞音效 如果想在家設置一個家庭影院就已經不是難事 只要有一部靚畫質的電視 再加多一個可以做到多聲度音效的Soundbar就已經完成 今集想跟大家介紹一下Samsung這個最新登場的中階定位Soundbar HW-Q88A 它不單止支援3D環繞聲 還有真正的3.1.2音效 可以呈現清晰自然的臨場感 再加上支援AirPlay 2 亦可以透過軟件升級支援Creamcast 無論是看片或是聽歌都合用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未subscribe的就記得快點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再按旁邊的聲音 究竟甚麼是3.1.2聲效呢 相信大家本身都應該對於環繞聲有些概念 簡單點來講 兩隻喇叭就為立體聲 聲主要會在前面傳過來 而五隻或七隻喇叭環繞著大家播放 聲包圍前後就是基本環繞聲了 近幾年家庭影院和戲院都開始引入全景的音效 又或者叫做沉浸式的音效 技術上主要就是加了天花喇叭 令到環繞聲的感覺由平面擴展去到立體 Dolby Atmos或者DTS-X 就是最廣為人知的沉浸式音效標準 在戲院、4K Blu-ray或者Netflix都可以感受得到 只不過就不是每個人家庭都可以放到這麼多隻喇叭 在擺位上亦都不見得可以好靈活 而一個可以提供到3.1.2聲效的Soundbar 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到好相似的效果 而Samsung的HWQ-800A為例 它就有左中右三個channel 一個低音的channel 和兩個天花的channel 透過前面、兩邊和向上發射的喇叭 就可以營造到聲音在頭頂和四周圍流動的效果 可以呈現到Dolby Atmos和DTS-X的3D立體聲道效果 如果想再全面一點 就可以配搭無線的後置喇叭 SWA9500S 用最簡單的方法就可以做到5.1.4的聲道效果 好了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一下Samsung HWQ-800A的外型設計和功能 它採用了全黑色扁機身的設計 長度大概是1米 散包很容易就可以放在電視機下面 就算是一些相對小的窩居 都可以用跟機的配件 將電視和Soundbar掛在牆上 它還有一個技術就是Space Fit聲效 可以透過Soundbar配合電視的內置收音咪 再自動分析電視擺放的環境 從而優化聲效 出來的聲音就可以更加撤合不同家的擺位 就算是窩居都一樣可以有好好的效果 網內一共有8個喇叭單元 可能大家就看不到 其實中間的單元就是中置 左右兩邊3個單元分佈在3個不同方向 其中兩個向上的單元就是3.1.2入面的2 主要就是透過反射的原理去處理天花聲 從而可以做到沉浸式的效果 提提大家 在選擇Soundbar的時候 都要留意廠方所提供的聲道數目 以及要注意天花聲的處理 究竟是透過向上的單元進行天花反射 亦或純粹是模擬計算 而達到的立體聲效 最好都是去一些有得試聽的門市比較一下 至於操作方面 見到上面一排4粒細細的鍵 左邊就是Multifunction Key 除了是開關鍵之外 亦都可以更改輸入的信源 而又升到前面的LEDDisplay 就是給大家看看是用Digit In HDMI Wifi 還是Bluetooth 至於中間這兩粒就是音量鍵 而最右邊就是麥克風的開關 支援語音輸入 不過其實我們多數都會用遙控去控制 跟機的遙控設計 其實跟Samsung電視那個都好相似 簡潔得來按鍵又不是那麼多 所以都好容易用 再看連接插口 有一出一入的HDMI頭 支援HDMI EARC 還有一個光纖輸入 連接的介面不算很多 不過都支援AirPlay 2和Bluetooth 遲些還會有Creamcast 一般的用家都應該夠用 除了Soundbar之外 不要忘記 它還有這隻8吋特大的重低音喇叭 都有10kg重 非常之有份量 其實每一款Samsung的Soundbar 都是由美國加州的Samsung Audio Lab開發 在過程入面會以聲學科技 以及電腦模組反覆去測試和調音 目的就是要做到平衡和飽滿的聲音 而且這隻Soundbar 亦都配備了不少獨有的功能 譬如是可以配合Samsung自家的電視一齊去用 做到Qsymphony的合體交響音效 即是說利用電視本身的喇叭同步輸出 去增加音效的覆蓋面 聽起來就會更加之豐富 除此之外 這個喇叭還有一個主動式降噪聲效的功能 可以在一些好吵的環境 自動調校音量 譬如你開了吸塵機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調校大聲一點 講了這麼久 我們現在即刻試聽一下 今次就用HDMI去連接Samsung QLED的Q70A電視機 去電視Manual Setting 選擇音效 專業設定 再開HDMI EARC Mode 就可以用到 至於個低音喇叭的安裝 亦都是很簡單 只要按喇叭後面的ID Set Button 就會自動無線Connect 要留意多一點的 就是Soundbar的Effects 記得要選擇Surround Mode 因為Standard Mode 會將5.1 Channel輸入成3.1 Channel 而Surround Mode才會懂得輸出3.1.2 如果你用SWA 9500S就會懂得輸出5.1.4 我們先試用Netflix去看Kate 這套戲支援Dolby Atmos 所以直接輸出3.1.2 見到一般動作畫面和爆炸場景 感覺到聲音範圍都大了很多 而不是平面傳過來 再看Bohemian Rhapsody 現場感都真係好正 可以感受到重低音帶來的震撼 接著我們試下看場球 開了Kill Symphony和Space Fit的聲效 雖然不是Dolby Atmos 但一樣都感受到很強的現場感 在打機方面我們就用Xbox Series S去試玩Gear 5 聲音亦都是十分清脆同步 而立體感亦都好強 雖然Samsung HWQ88A就只是一個Soundbar 它的體積不是好大 但力量感都好充足 看電影聽歌的時候都感覺到現場感非常之正 對於家庭空間有限 以及不想那麼複雜的朋友 它確實是一個很方便易用的選擇 如果你想有更加強烈的空間感 就最好買這個SWA9500S的無線耗置喇叭 就可以直接由3.1.2升級到5.1.4 家庭就可以即刻變成戲院 不知大家對於今次介紹的Samsung Soundbar 有甚麼看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 Price的Youtube Channel 看看旁邊的鐘 Bye Bye